台電去年累計虧損高達三千八百億 經濟部將於三月舉行 電價審議委員會 眼看電價即將連三年都漲 如何解決賴清德這樣說 節約會比開花 要放在第一步 這個欠兵航 尤其台灣人的吃家知道 賴清德承諾不會缺電 還要大家先節電 而這說法讓在閻立委聽不下去 痛批示避重就輕不切實際 影響電價的因素有非常的多 我們自己能源政策 是綠電太多而無法達標的這個問題 單獨的說我們這個能源充足 我們的電力充足 或者是說我們靠節能就可以克服困難 我覺得這個說法都已經太過簡單化 而且不切實際 台電強調發電燃料支出大增 是近年虧損主因 能源專家梁寢元也表示 虧損的根源主要來自蔡政府的廢核代價 因為每度發電成本只要1.5元的核電機組 陸續除異 現在只能以其他成本更高的能源替代不上 我想賴清德他根本就是不知人間疾苦 如果今天不是因為民進黨錯誤的能源政策的話 那請問我們第一能源會這麼短缺嗎 全台灣到處輪流在停電 那這不是此地無盈三百兩嗎 對比台電連年巨幅虧損 綠電公司卻各個發大財 雲茂能源董座賴靖林一人當19家公司的董事長 被諷刺是台電跌倒 綠電吃飽 但問題是過去八年開發相關的電源 賺錢的都是雲茂 都是這些新潮流派系 都是一些特定的業者 從中都賺大錢 民進黨死守非核神組牌 卻無視電價昂貴 停電不斷的事實 從蔡英文到賴清德 一再重申台灣不會缺電 早已沦為笑話 今天連軍方當初函 台北報導